原标题,青岛整顿户外广告,历时19天200顿楼顶巨无霸被拆,为进一步整治提升市容环境,青岛市城管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全面启动八路一线户外广告整治攻坚行动对违反新规划要求的楼顶户外广告,落地广告等进行整治,计划组织拆除6018平方米,截至18日已经拆除2005平方米。 其中从200余吨的凯旋大厦楼顶广告被顺利拆除,17日东海西路43号凯旋大厦楼顶1380平方米超大型户外广告已经全部拆除完毕,历时19天,该处广告不仅面积大,为青岛市内面积最大的楼顶广告,位置高位于101米高的楼顶,排高8米,重量成排体和钢结构重量200余吨, 而且楼顶结构复杂,锋利大,导致拆除难度极高。 该广告安全顺利拆除比预计拆除时间提前了11天。 10月18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山东路7号国华经典大厦29楼楼顶, 在广告拆除现场看到广告各个部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秀石,几名施工人员正在用气和一块块将广告分割,为了防止广告掉落。 施工人员提前在准备切割的广告上山上绳子,并有两人牵引,确保万无一师。 施工人员将切割下来的小块广告整齐的码放在楼顶平台,后期将统一运走郭华经典大厦。 分为A座B座,两栋楼的楼顶均设有楼顶广告。 A座楼顶广告走面积159平方米,B座楼顶广告走面积718平方米。 两栋楼的楼顶广告同时拆除,截至目前均已拆除过半。 从2018年1月1日起,楼顶广告、落地广告等广告形式将不予省批,也不准设置。 支出大队开展八路一线户外广告整治提升行动,主要对山东路、南京路、澳门路等主要道路上设置的楼顶广告。 落地广告逐一进行清理拆除,共计13处,面积约6018平方米,其中山东路6处,面积共计1580平方米,南京路6处,面积共计3606平方米,澳门路1处,面积832平方米,截至目前已拆除4处,共计2005平方米。 来源其路晚报,责任编辑诗经。